欢迎大家购买本公司机器 这是机器的配件 这是机器主身 这是白色等离子手柄 可以配合三个不同面积大小的配件 这是金色等离子手柄 可以配合四个面积大小等离子配件 这是我们可以用的脚踏 首先仪器收到完之后要先安装 安装的时候可以根据上面的孔位 去插入到我们上映的孔位上面去 四 五 六 中间这个是四 左边是六 右边是五个 插上电源 打开电源开翻 变成红色 再开前面圆形开关 进来我们会有两种模式 A是自动模式 M是手动模式 自动模式进入 上面可以选择我们两个不同颜色的手柄 首先这里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作用停留时间 可以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调 一般可以先从一开始 右边是能量 也是可以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来调节 也是先从可以一开始 根据客人做的面积大小不一样 来选择我们三个配件 如果是小部位的 可以选择最小的 如果是大部位的 可以选择大的 直接扭上 我们手柄上面这里 907是它剩下的寿命 右边这里是它可以调节的一个能量 可以直接在这里按开始 暂停 或者在屏幕上面 开始暂停 当我们按开始完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贴着皮肤 我们既可以定点 又可以滑动 定点也可以 滑动也可以 如果我们操作完之后 按暂停 主要是用来消炎杀菌的 金色的等离子 既可以消炎杀菌 也可以提升颈致 也可以用来做去斑 都可以 那我们选择的时候 选择右边 这是它的能量 作业时间调节 还有能量大小调节 寿命 剩余时间 还有它的能量停留作用时间 如果我们是做去斑 那我们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选择尖的头 如果我们是想做紧致 我们可以用圆形头 也是直接安装 手柄上面也可以直接按开始 出现一个小闪电 证明是可以操作了 也可以暂停 也可以在界面上面 按准备 或者暂停 当我们准备好之后 对准我们要操作的目标 每个地方尽量不要超过两秒 稍微移动一点 这个不用直接贴住皮肤 这个稍微离开一点点 操作完之后 按暂停 如果我们是想做于脸部提升 那我们可以换圆形头 换圆形头 按准备 那如果我们是用来做提升紧致 那我们的皮肤上面 可以稍微涂一些介质 比如说凝胶 原液 精华都可以 如果客人没有感觉我们都可以适当的保护 把能量加大 当我们想要加能量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暂停 这个可以贴着皮肤 打圈 下上走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不想要做提升 用来去搬去皱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涂产品 也可以直接是 稍微 扶一点点 扶贴一点点 这样子去走动 但是这种感觉的话 会比较痛一点 好 操作完之后的话 按暂停 打回 那我们这里会出现一个脚踏 脚踏的话呢 是在我们 手动模式的时候用的 它的调节跟刚刚的调节方式都一样 但是的话呢 我们在作业的时候要脚踩 比如我们用到一个 白色的等离子手柄 我用来做消炎的时候 我这里的能量都调节好了 那我按准备 我贴住皮肤 它是没有能量的 我们要 脚踩住脚踏 它才有能量 那么我们也可以定点式 这样子 定点式 也可以滑动式 去作业 同样的 这个我们金色的 我们金色的等离子手柄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去制去搬 或者说我们想要做提升调节 还是按刚刚的调节方式 那我们的话呢 是直接 踩脚踏的 我们也可以不用按开始 也不用按暂停 就有脚踏控制 先贴好 然后脚踩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模式 来进行操作 打回 操作完之后呢 关掉 按键在关后面的电源开关就可以了 好 费 稍 感谢观看